休旅车打右转方向灯 不过才刚过路口 正开车 失控网人行道栏杆撞了下去 撞击力道之大 车身剧烈晃动 瞬间弹起 休旅车右半边车灯破裂 半斤毁损 有民众破网表示 后续警察到场处理 表示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自撞 询问怎么开的 对方声称 有一只蟑螂掉到我身上 我吓疯了 警方淡定回原来是这样 还建议他要去拜拜 但其实不少民众都遇过类似状况 因为一只蟑螂链 或事发在台中西区 台湾大道二顿路口 七号四十二岁驾驶 中午开车行经此路段 失控自撞 驾驶酒精呼气值为零 无人受伤 全岸一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程序办理 并转交通大队 离清造势原因 驾驶行驶途中 遇到小强下歪 好险没有波及 其他用路人又禁无限 下一期我们赞瓶宏 新人真 台中采访到